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这个礼拜六登场了 而在此前夕吉安乡的铁人乡长游淑珍 前往各校为学生们加冠带状元貌 继续他们经榜提名 而时生们也非常感谢乡长的祝福 各个充满信心要考出好成绩 国中教育会考即将在这个星期六日登场 在此前夕吉安乡铁人乡长游淑珍 前往各个学校为同学们加冠带状元貌 期许金榜提名 谢谢家长的预程 谢谢师长的用心 孩子们加油 在人生的会考上面 来奠定自己学习的成绩 也来进行人生不同阶段的考验 以及学习 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也是人生成长必须历练的一个经验 淑珍阿姨带来满满的祝福 以及平安御守 我相信状元极地 这样的一个祝福 能够让我们充满的信心 做好了准备 能够全力以赴 在考场上发光发热 也希望我们的 AAA你是我低宝贝 能够创造了无限的A++ 在自己的生命学习里程里面 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孩子们加油 师长们感谢乡长的祝福 孩子们各个世纪高昂 充满信心 要考出好成绩 而各个学校也发挥了创意 设计多元的祈福仪式 并且制正了幸运吉祥物 学长们也提醒学弟妹 在今天晚上一定要睡饱 明天早上不要乱吃东西 大家集中精神 看清楚题目 仔细作答 一定要坚持到终身理想 期盼大家能够考出理想的好成绩 这里会简安相报道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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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